欢迎来到飘香腾电台 办公室并不大 兼供吃喝拉撒碎 西尽头的走廊是我们的厨房 也堆一些美饼子 临室都和我们差不多一室一家 走廊是家家的厨房 女侧在临近 男侧在东尽头 中书绝没有本领 走过那条堆满杂物的长走廊 他只能足不出户 不过这间房间也有意想不到的好处 文学所的图书资料室 就在我们前面的六号楼里 中书曾是文学研究所 图书资料委员会主任 选书买书是他的特长 中文的善本孤本书籍 能买到的他都买 外文包括英法德义等经典作品 以及现代当代的主流作品 应有尽有 外室来参观都惊详 文学所图书资料的精荡 完美 而管理图书资料的一位年轻人 又是中书流亡师大使 经常来关心和帮忙的 外文所 外文所 相离不远 住在外文所的年轻人 也都尽在咫尺 我们在师大 有阿元的许多朋友照顾 搬入学部七楼 又有文学所 外文所的许多年轻人照顾 所以我们在这件漏室里 也可以安居乐业 中书的大舌头 最早恢复正常 渐渐手能写字 但两脚还不能走路 他继续写他的管追编 我继续翻译唐吉赫德 我们不论在多么艰苦的境地 从不停顿的是读书和工作 因为这也是我们的乐趣 前缘在我们两人 都下放干校期间 偶曾帮助过一位 当时被红卫兵 迫失扫街的老太太 帮他解决了一些困难 老太太受过高等教育 精明能干 是一位著名总工程师的夫人 他感激阿元和他结识后 就看中他做自己的儿媳妇 哄阿元到他家去 阿元哄不动 老太太就等我们游干校回京后 亲自登门找我 他让我和中书见到了他的儿子 要求让他儿子和阿元交交朋友 我们都同意了 可是阿元对我说 妈妈我不结婚了 我陪着爸爸妈妈 我们都不愿勉强他 我只说 将来我们都是要走的 偏下你一个人 我们放得下心吗 阿元是个孝顺女儿 我们也不忍多用这种话 对他施加压力 可是老太太那方努力不懈 终于在1974年 我们搬入学部办公室的同一个月里 老太太把阿元去到了他家 我们知道阿元有了一个美好的家 虽然身处陋实 心上也很安实 我的女婿还保留着中书 和老太太之间的信长 私事漏事 但中书翻译毛主席诗词的工作 是在这间屋里完成的 1974年冬11月 远水派同志来访说 江青同志说的 五人小组并未解散 中书同志当把工作做完 我至今不知五人小组是哪五人 我只知这项工作 是1964年开始的 乔冠华同志常用他的汽车送中书回家 也常到我们家来坐坐 说说闲话 文化大革命中工作挺顿 我们和乔冠华同志 完全失去联系 叶金卷先生是成员之一 另两个人不知道是谁 这件事我以为是由周总理领导的 但是我没有问过 只觉得江青抓尖卖乖 抢着来领导这项工作 我立即回答原水派说 钱中书病着呢 他歪歪倒倒的 只能在这屋里待着 不能出门 对方表示 钱中书不能出门 小组可以到这屋里来工作 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我们这间房 两币是借用的铁书架 但没有横格 年轻人用从干校带回的破木箱 为我们横七竖八的搭成格子 书和笔记本都放在木格子里 顶着西墙横放两张行军床 中间隔一只较为完整的木箱 全当床头柜 兼衣柜 北窗下放一张中不溜的书桌 那是中书工作用的 进南窗贴着西墙靠着床 是一张小书桌 是我工作用的 我正在翻译桌子 纸容一打稿纸和一本书 许多种大词典都摊放床上 我除了这间屋子 没有别处可以容身 所以我也相当于挪不开的物件 进门有个洗脸架 旁有水桶和小水缸 全冲上下水道 铁架子顶上搭一块木板 放过碗瓢盆 暖气片供暖不足 屋子里还找出了空处 身上一只煤炉 旁边放几块蜂窝煤 门口还挂着夏日挡蚊子 冬日挡风的竹帘子 叶军剑不嫌简陋 每天欣然跑来 和中书搅对搅 坐在书桌对面 远水拍只好坐在侧面 竟没处融息 周觉良有时代表乔冠华 他挤坐在中书旁边的椅子上 据说中书同志不懂诗词 请赵普初同志来指点指点 赵普初和周觉良不是同事来 他们只来过两三次 幸好所有的人中 没有一个胖子 满屋的窄道里都走得通 毛主席诗词的翻译工作 就是在这间漏室里完成的 谢谢收听飘香腾电台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